大家好,我是讚 歡迎您進入我的頻道 如果您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敬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唷 第151集,向您分享 高雄市桃園區 達西霸樂吊橋 GO!都要來看嗎 開車直接打航至達西霸樂吊橋 打航至張山國小後 然後我們這裡往左轉 布農族的神話中提到一種鳥兒 就是紅嘴黑杯 傳說在遠古的時代 紅嘴黑杯強忍火燒的疼透 用嘴跟腳 將火種成功地從遠方山頂帶回 拯救族人生命 因此它被布農族人視為聖鳥 代表著堅毅的精神 象徵希望到來 他們替族人帶回火種 度過洪水危機 可說是幫助族人除火的大工程 因為嘴巴跟腳被火燒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紅嘴黑杯 它的腳跟嘴巴是紅色的 目前走了約100公尺 我們可以看到右前方就是吊橋了 吊橋旁有好大的芒果 繼續往前 好我們到達達西霸勒 吊橋了 達西霸勒是布農族語 對岸部落的意思 喬聲 喬聲 一百四十二公尺 喬聲 D Tha N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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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樑先顧美觀 主要聯絡老龍溪右岸阿齊巴部落 與左岸之桑桑部落 可通往拉福蘭里街道 並銜接省道台二十線 一念就是天酒 林鄭嶽 好像 data,談笑 釣橋主塔設計 擷取布農族人 Ведь手歡唱之意象 測到 採用布農勇士傳統制服飾之基本 肌肉 白 紅 菊 代表吊橋聯繫兩岸部落族人一起祭寧 未見